QNL-220全液压轮式挖掘机使用及保养维护 由秦牛公司自行研制的QNL-220全液压轮式挖掘机 该机型为目前国内吨位最大、抖容最大的轮式挖掘机 其主要核心元件全采用国际知名品牌 发动机原装进口、动力强劲、性能稳定可靠 液压系统和动力系统通过电控系统完美匹配高效节能 同时可选配其他附属装置以拓展产品的其他功能 机器使用说明 仪表的显示信息介绍 工作模式显示区 可随时监控机器的工作模式状态 累计工作时间显示区 可随时查看机器已工作的时间 便于您及时对机器进行维护和保养 自动游门显示区 可随时查看机器是否处于自动游门状态 行走模式显示区 可随时监控机器的行走模式状态 瞬间增压显示区 可随时查看机器是否处于增压状态 发动机档位显示区 发动机档位显示区 可随时监控发动机的工作档位 发动机水温显示区 可随时监控发动机冷却水的温度 液压油温显示区 可随时监控液压油的温度 燃油量显示区 可随时监控燃油量的多少 并且在此基础上 我们特意贴金地为您设置了一个 燃油量低于20%的报警信号 以便提醒您及时加注燃油 行车自动压力报警显示 进油压力报警显示 发动机预热显示 充电报警显示 空滤器脏报警显示 声音开关显示 日期、星期、时间显示区 可随时查看当前的日期及时间状况 当机器出现异常时 此部位也作为异常信息 报警显示区 以表按钮使用说明 在显示器下方分布的按键 分别是主菜单键 导航键 确认键 退出键 自动油门按键 备用键 工作模式转换按键 行走模式转换按键 静音按键 按下主菜单键 可进入监控信息和用户设置界面 通过导航键、确认键、退出键的操作 您可以监控整车的工作信息和设置监控界面 按下自动油门按钮 处于显示界面上部的自动油门提示灯被点亮 此时自动油门为执行状态 当发动机处于高转速 全车没有动作的时间达三秒 此时自动油门开始执行 会将发动机转速自动下调到低转速 并且当全车有动作时 自动油门将解除 并在三秒钟左右将发动机转速 恢复到此前设定的转速范围 工作模式转换按键 按动此按键可以切换机器的工作模式 工作模式共分为三种 分别为轻载模式L 经济模式S 重载模式H 您可根据自己的工作情况自行选择使用模式 值得注意的是 只有在重载模式即H模式的情况下 发动机才能进行满负荷的运转 在其他模式下 发动机都不能达到最高转速 行走模式转换按键 本机设定了两个行走速度 即乌龟挡慢挡和兔子挡快挡 您可根据实际行走路况的需要 在兔子和乌龟两挡之间切换 以便选择合适的行走速度 静音按键 当机器异常报警时 会出现滴滴的报警声 当您已确认报警的信息后 又不想马上处理 可以按下此按钮消除报警声 同时位于显示界面的声音 显示开关被点亮 灯光使用说明 本机的主要灯光按键 拨杆基本分布在方向盘上 主要分为前照灯 警示灯 大臂灯 前后小灯 前大灯 转向灯 倒车灯 倒车灯 与倒车拨杆和倒车风鸣器联动 刹车灯 刹车灯与制动踏板联动 机械怠速油门使用说明 机械怠速油门开关 位于显示区按钮下方 此开关为自动回弹开关 按下开关 此时发动机转速 无论在何种状态下 都会降低到机械怠速状态 前桥浮动使用说明 在某些特定的情况下 机器的前桥需要进行浮动作业 作业开关位于显示器下方撬板开关处 按下开关 指示灯点亮 机器呈前桥浮动状态 关上开关 关上开关则浮动状态解除 行走和工作快捷键使用说明 行走和工作快捷键开关位于显示区按钮下方 此开关为三极式开关 按下T开关进入行走快捷模式 按下W开关进入工作快捷模式 当开关处于中间位置时 进入手动调节模式 再次提醒您 在机器处于T和W模式下 油门旋钮不起作用 发动机转速为电脑程序已设定转速 在手动调节模式下 才可利用油门旋钮开关调节发动机转速 雨刮使用说明 雨刮控制开关位于方向盘右侧拨杆处 共有四级开关 分别是电源开关 雨刮慢刮动作开关 雨刮快刮动作开关 按下此开关不放 雨刮喷水会连续喷出 雨刮喷水开关为自动回弹开关 回弹后喷水动作自动解除 油门旋钮使用说明 油门旋钮位于驾驶室座椅右边 旋钮设计档位为10档 正时针旋转为油门加大 反时针旋转为油门减小 旋转油门旋钮的同时 显示屏会显示相对应的档位 您可根据实际的工况 合理的选择油门的大小 以达到最佳的工作油耗状态 应急油门使用说明 应急油门位于驾驶室座椅右侧 机器正常工作时应采用正常模式 当油门旋钮出现故障 发动机转速无法正常设定 允许使用应急油门 此时应将开关拨到应急模式 通过前端的油门加大或油门减小拨杆 进行发动机转速调整 仙岛手柄实用说明 仙岛手柄位于驾驶室座椅左侧 手柄拉杆呈垂直状态时 全车仙岛油路为断开状态 各部位无动作反应 放下拉杆呈水平位置时 全车仙岛油路为通路 各部位有动作反应 方向盘调节使用说明 在进行正常行走操作时 方向盘的位置不一定满足您的要求 此时您可以对方向盘的角度及位置进行调节 具体操作如下 一手将方向盘扶住 另一手松开位于方向盘左侧的锁紧螺母 将方向盘调整到适合您操作的位置 然后将锁紧螺母锁紧 全车动作使用说明 大臂动作开关位于座椅右侧先倒手柄 向前推为大臂下降 向后拉为大臂提升 蜡抖 蜡抖动作开关位于座椅右侧先倒手柄 向左推为蜡 向左推为蜡抖 向右推为蜡抖外放 蜡抖 抖擀动作开关位于座椅左侧先倒手柄 蜡抖 向右推为蜡抖 蜡抖 向左推为蜡抖 向左旋转动作 当切换开关位于肢腿时 先倒手柄向前推为肢腿伸出 向后推为肢腿收缩 整车行走动作主要涉及到方向盘 前后挡换挡拨杆 制动阀 行走阀 紧急制动按钮 快慢挡切换按钮 前后换挡拨杆前推的时候 整车前行 当后拉的时候整车后退 同时倒车灯亮起 倒车风鸣器启动 当整车正常行进时 可进行快慢挡的换挡动作 当紧急制动按钮按下后 全车行走的液压 电气部分全部断开 所有行走动作均失效 请您注意的是 当先倒开关关闭时 所有行走动作同样有效 在操作行走动作前 请确认正确的行进方向 以免发生不必要的事故 空调及收音机的使用 请参照使用说明书 本机型目前的选装键 破碎锤 破碎锤使用 首先将位于显示器下方的增压 破碎开关切换到破碎状态 此时指示灯点亮 通过操作工作装置 通过操作工作装置动作和 脚踏板破碎开关 实现破碎锤的动作 启动前检查和启动后维护 每日机械启动前 应检查轮胎气压是否正常 检查燃油箱油味 液压油箱油味 发动机机油油味 冷却液 对燃油预滤器 油水分离器 进行排污放水 检查发动机 风扇皮带张力 根据工作环境 检查维护空气滤芯 检查工作装置润滑 检查钥匙开关 仪表显示 油门旋钮 变速感 转向感 及指示灯 是否工作正常 燃油油味检查 观察显示仪表上 燃油油味的显示刻度 如果油味过低 要及时加入燃油 轮胎气压检查 保持合适的轮胎气压 可以增加轮胎使用寿命 避免气压过大或过小 对轮胎造成损害 发动机油油味检查 首先拔出机油油标尺 擦拭干净 然后重新放回油标尺 再取出油标尺 观察油味 发动机机油如果在油标尺刻度中央 表示机油量合适 如果低于刻度 适当补充机油 同时要仔细检查判断发动机是否烧机油 防止因烧机油而缺油造成重大故障 冷却液液 冷却液液检查 打开侧门可以看到小水箱 检查小水箱液位 在上下刻度间为正常 如果低于下刻度 需及时添加冷却液 燃油预氯器 燃油油水分离器检查 每天检查放水 松开预氯器 燃油油水分离放水阀 以排出积水和沉淀物 发动机风扇皮带张紧力检查 调整合适的皮带张力 将有助于发动机的散热 发动机的充电 及压缩机的平稳运转 空气滤清器检查 在工作环境灰尘严重的情况下 需每天清洁空气滤芯 将空气外滤拆下 用手轻轻拍打 有条件的情况下 可用压缩空气清洁 清洁完后重新安装 钥匙开关 仪表显示 油门旋钮 变速感、转向感及指示灯检查 将启动钥匙开关 拨到ON的位置 检查仪表盘所有指示灯 各仪表是否运作正常 检查仪表盘按钮开关 是否工作正常 检查左右转向指示灯 是否工作正常 检查刹车指示灯 检查刹车指示灯 是否工作正常 液压油过少 对挖掘机的工作动力和速度 都有很大的影响 工作装置连接部位润滑 工作装置连接部位消轴、轴套 其间隙需检查并加注黄油 加注黄油时 必须从轴套与消轴连接部位冒出黄油为止 检查液压系统 连接管路是否存在漏油现象 如有漏油现象需及时处理 不能处理的 需及时联系重庆骑牛公司 当地服务代理商进行维修处理 启动后维护 启动发动机怠速运转5分钟 保证发动机涡轮增压器润滑正常 检查发动机是否有异常响声 工作前先对设备进行暖机操作 液压油最适合工作的温度是50摄氏度 如果液压油温度低于25摄氏度时突然工作 会使液压系统元件受到损坏 所以每日开始工作前 需对设备进行暖机操作 操作颤抖手柄约5分钟 操作手柄时将油缸活塞杆伸出至中位 操纵手柄使油缸活塞杆上下移动 油缸活塞杆移动距离 由中间逐渐增大直至油缸两端 往返5至6次完成 高速运转发动机 操作颤抖和抖杆手柄5到10分钟 方法与缠抖油缸相同 操作所有油缸多次即进行回转和行走操作 动作要求由慢而快逐渐进行 暖机操作结束 冬季工作前适当增加暖机时间 机器保养与维护 由于挖掘机工作环境恶劣 工作强度大 为保证挖掘机的正常运转 延长其使用寿命 缩短设备的停机时间 提高工作效率 降低作业成本 使得用最少的损耗来做最大的工作量 特要求使用者严格按照生产厂家的保养要求 使用厂家指定的纯正配件和油料 对设备进行定期维护和保养 这样可有效防止70%的故障发生 每隔50小时的维护 回转轴成的润滑 从回转齿轮圈上的黄油嘴注入黄油 直到能看到新黄油冒出 回转减速器齿轮油位检查 首先拔出回转减速器油标尺 擦拭干净 然后重新放回油标尺 然后再取出油标尺 这样油标尺上的油位显示就比较正确 如果油位过低就要添加适量的专用齿轮油 检查紧固主要部件 如发动机、主泵、主控阀、回转马达、行走马达、变速箱、前后桥、轮毂等固定螺栓是否松动 定期检查更换项目 设备在使用过程中许对发动机、液压系统进行定期维护保养 具体保养内容如表所示 发动机50小时、250小时、500小时、1000小时、1500小时、2000小时更换表 维护保养现场演示 保养前的准备工作 保养维护所使用的配件必须是纯正配件 配件主要是指需要更换的油心及油料 使用推荐 使用推荐油料 更换发动机机油时 必须在发动机运转一段时间后 在保证机油温热的情况下 可快速完全放掉发动机机油 机器工作时 引进做任何维护保养工作 更换液压系统的滤芯前 必须先释放液压系统压力 保养前 把加油口及滤芯处全部擦拭干净 250小时保养演示 首先预热发动机一段时间后 关闭发动机 在发动机由底壳下放上桶 用来盛放废油 用扳手拆下发动机底部盖板 打开油阀 放出机油 废机油的处理 必须按照环保规定妥善处理 不能随意清倒 清洁滤清器做接口 用链条扳手拧下柴油预滤芯 在新的滤芯中 加满洁净的柴油 并在滤芯密封圈薄薄的涂上一层润滑油 将新的柴油预滤芯安装上 在感觉到密封圈与滤芯座接触到以后 再拧紧四分之三圈 相同方法 更换发动机柴油油水分离器滤芯 柴油滤芯和发动机机油滤芯 更换空气滤芯 将空气滤芯上的叠形螺母拧下 取下空气滤芯器罩盖 可以看到空气滤芯 将空气内外滤芯取下 然后将空气滤芯平稳的放入空气滤芯器壳内 在到达底部后转动滤芯 以保证内滤接触紧密 然后再把空气外滤放入 最后放入空气滤芯罩盖拧上螺母 更换液压油路上的液压回油滤芯 先倒滤芯、缓露滤芯 首先必须打开液压油箱盖 可以将液压系统的压力释放掉 因为刚刚工作结束的挖掘期中 液压油处于高压状态 此时如果更换其液压油滤芯 液压油会喷溅出来 拧开液压回油滤芯盖螺栓 更换液压油回油滤芯 更换仙岛滤芯 更换管路回油滤芯方法 与更换柴油滤芯相同 发动机 发动机机油已放完 关闭油阀 为发动机加入纯净的机油到合适的油面位置 提示 保养结束后 将所有滤芯加放油口处 全部擦拭干净 然后启动发动机 低速运行一段时间后 再检查各滤芯以及油底壳处放油栽处是否漏油 如果有某部位漏油 需及时处理 简单故障处理 油门旋钮不起作用 请检查模式开关是否达到应急模式 如果是 请将开关拨到工作模式 如果此时油门旋钮还是不起作用 请即刻通知售后服务人员 空调无电或整车无电 请检查于侧门内的保险盒内保险丝 看保险是否烧断 如果烧断 请更换相同电阻的保险丝 如果保险丝没有烧断 请即刻通知售后服务人员 空调不治冷 尽气小 请检查空调散热器是否因机灰而堵塞 如果堵塞 请用高压气腔进行清洁 气腔的气压应小于2公斤 检查发动机风扇皮带是否有松动 如果松动应及时调节 检查空调进气滤网是否堵塞 如果堵塞 请及时清理或更换 液压油温升过快 请检查液压油冷却气是否堵塞 如果堵塞 请用高压气腔进行清洁 气腔压力应小于2公斤 检查发动机风扇皮带是否有松动 如果松动应及时调节 检查液压油箱液压油面 加注液压油至合适的位置 主动声音异常 请检查液压油箱滤网 必要时进行更换 检查液压油箱液压油面 加注液压油至合适的位置 行走无动作 请检查紧急制动按钮是否处于关闭状态 如果解除后行走仍然无动作 请即刻通知售后服务人员